中秋节前夕热心公益不落人后的萧氏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萧熊章 今年再度透过花莲市公所社福管道自证中秋慰问金要给花莲市里内的自强户 而今年提供了10万元总计有17个里100户家庭受贿 中秋节前夕热心公益不落人后的萧氏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萧熊章 今年再度透过花莲市公所社福管道自证中秋慰问金要给花莲市里内的自强户 今年提供10万元总计有17个里100户家庭受贿 非常感谢萧氏企业连续十多年做爱心 把他的爱心散发到每一个角落帮助最需要的人 那这次是总共是挑了17位的一个里长 那总共发放100户的一个金额 那是直接发现金的部分 那在这边真的要非常感谢萧氏 每一年近10年的这样的时间 每一年都持续的在帮助都是 那在这边花莲市公所也特别的要谢谢我们萧氏整个企业 萧熊章董事长表示在他小时候的家境并不好 凭着一技之长创设公司 为感谢花莲乡亲照顾 秉持着回馈相连的信念 协助竞贫户的对象之外还包括短暂失业的家庭 不希望这些有工作能力的人 因为时运不济而失去奋斗的意志力 记者徐立芹 华林时报导